天高海阔 张修杰 拜登虽然说是现任总统 但是对于2024美国总统大选来说 拜登其实并没有很大的优势 那么最近拜登采取了一个断尾求生的方法 试图想拉回他的民调数据 什么叫断尾求生呢 我们知道蜥蜴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动物 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的尾巴会断掉 并且这个断掉的尾巴在不停的摆动 那么希望用这种方式吸引捕猎者的注意 只注意他的尾巴 然后西医在这个时候就趁机逃之夭夭了 拜登断的这条尾巴是谁呢 就是他的宝贝儿子亨特拜登 因为亨特拜登最近向法院认罪了 并且一口气认了三条罪 拜登为什么要牺牲掉自己的宝贝儿子呢 我们先来看看最近几个民调的数据 美国的民调机构拉斯木森 最近做了一个民调 在受访者当中 45%的受访者在2024总统大选当中 可能会投票给川普 只有39%的人呢 说在大选当中可能会投票给拜登 另外还有12%的人呢 希望有其他的选择 很巧的是啊 这个结果跟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研究中心 以及另外一家民调公司 哈里斯合作所做的民调数据呢 居然完全是吻合的 就是45%的人说要把票投给川普 39%的人呢 会把票投给拜登 关于这个民调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无数次讲了 因为现在离总统大选 时间还比较远 所以呢 现在的民调数据并不可靠 并且呢 哪怕是接近总统大选 民调数据依然不可靠 因为不同的民调公司 包括他们的民调的方式啊 进行民调的区域啊 还有他在民调当中所设计的问题啊 都会影响这个民调的结果 但是问题是我们知道哈佛大学 是美国大学当中政治立场最左的一个 拉斯木森呢 算是中间偏左的一个民调机构 这两个民调机构都做出了这样的民调结论 支持川普的人远比支持拜登的人多 这对民主党来说 或许是一个不小的坏消息 拜登为什么在民调数据当中会落后于川普呢 哈佛大学和哈里斯民调机构联合项目的主任 说他说尽管有债务协议上限和这个股市的恢复 那么但是拜登的支持率呢 并没有得到改善 我们知道拜登上台以来啊 美国的经济可以说一团糟 美国的通货膨胀呢 虽然说现在有所下降 但是通货膨胀还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拜登在执政这两年多以来啊 可以说美国很多民众对拜登的经济政策十分的不满 而拜登在竞选总统 做的一些竞选承诺 包括一些极左的这个竞选承诺呢 都没有得到兑现 现在据说美国非法移民 被这个移民法庭拒绝的这个案件呢 急速上升 为什么呢 因为拜登的非法移民政策 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当一个政治人物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承诺说要对非法移民进行特色 所以令到很多跟这个非法移民特色有相关利益的人 都把票投给了拜登 等到拜登上台之后 不要说把这个非法移民特色的这个政策抛出脑后 并且呢 在最近美墨边境 因为他的政策所导致的非法移民的人道危机当中呢 拜登马上把政策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对这个边境上的非法移民采取了严厉的措施 这就导致了很多人对拜登的政治诚信产生了怀疑 再加上经济的原因 所以呢很多民众对拜登的施政都不满 国债上限协议提高 虽然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进行了一支妥协 但是呢拜登因为向共和党妥协 所以呢有些社会福利项目得到了三减 本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既得者呢 也同样受到了损害 拜登虽然说有这个跟共和党达成了债务上限 令到美国避免了这个违约的危机 那么包括最近股市呢 因为联邦储备局传出来说要冻结加息 都有所上升 但是呢拜登的支持率依然不见改善 因为这两年多以来的施政啊 让民众看到了拜登无论在经济上 还是在一些政策上都不能够令大家满意 反过来说 川普虽然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联邦的起诉 作为第一个被起诉的美国前总统 但是似乎川普的支持度并没有动摇 因为现在在共和党内支持川普的 已经是川普的一些死忠铁粉 所以无论川普出什么事情 这些人呢都不会动摇对川普的支持 这就是在民调过程当中 哈佛大学和哈里斯研究机构 发现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美国人在政治上呢 仍然是有50%对50%的分歧 但是呢 100%的人都对目前美国国家的走向 经济和领导人感到不满意 这就是拜登民调 为什么不如川普的原因 当然我还是说 这个民调并不一定就显示了 2024总统大选的结果 拜登的民调在这种情况下 共和党固然要加紧对拜登的这个追杀 包括拜登的宝贝儿子 那么民主党如何看待拜登这个总统候选人呢 拜登除了我们刚讲的这些经济上 政策上种种的不堪之外 拜登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他的身体健康到底还能不能撑到2024年 不要说2024年他还能不能当四年总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拜登必须要采取策略 拜登在很多民众当中 他没有诚信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因素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宝贝儿子 现在共和党国会的众议员 逼迫联邦调查局交出了一些机密的文件 虽然说共和党人拿到的只是一些题目 对这个文件的一些细节呢 共和党人还没有接触到 他对于拜登两父子的贪腐丑闻来说 很可能是只是一些皮毛的东西 但是共和党呢 现在继续追杀拜登的话 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目标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共和党人加紧对亨特拜登的 这个调查追杀的话 那么将来影响的肯定就是美国 现任总统乔拜登 所以拜登必须要解决他宝贝儿子 所带来的麻烦 拜登的儿子所带来的麻烦 都是带着他电脑里面 到底除了那些不堪的照片之外 他的贪腐力到底涉及到谁 共和党人现在死盯着 拜登在当副总统的时候 很可能收取了500万美元的这个贿赂 改变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 共和党人声称 现在掌握了一些录音资料 这些录音资料呢 当中有拜登跟乌克兰天然气公司 布瑞斯玛的高层通话的内容 那么如果现在联邦调查局 对拜登的相关的通话内容 隐藏的这么深 不愿意拿出来的话 这恰恰说明 这个通话的内容里面 很可能有实质的内容 所以拜登现在急需 要把他儿子从公众视野当中 把他给隐藏起来 让大家忘记了亨特拜登 那么再加上民主党 对联邦执法机构的渗透 所以呢将来调查亨特拜登 最好是不了了之 我想这就是亨特拜登 为什么这么爽快认罪的原因 根据美国特拉华州地方检察官 魏斯写给特拉华州法院的一封信 说亨特拜登现在已经承认了两项 故意没有向联邦缴税的这个罪名 拜登没有缴税的金额有多少呢 据说在2017年到18年的时候 亨特拜登有150万美元的收入 他没有向联邦缴税 那么拜登儿子这150万元的收入 是怎么来的呢 如果说是在这个年度当中 以他在布瑞斯玛的董事会的这个收入 应该没有150万 检察官没有说拜登的儿子 这150万是怎么来的 这个钱的来源到底有没有一些违法的嫌疑 但是呢 魏斯向这个法院提交了文件说 亨特拜登已经承认了这两项罪名 那么还有一项罪名是什么呢 就是拜登同意就这个非法吸毒 还有吸毒者持有枪支 这个指控呢 认罪并且和检察官签订了所谓的 审前转移协议 什么叫审前转移协议呢 他对亨特拜登未来在法庭上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亨特拜登这样认罪的话 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亨特拜登就是现任拜登总统的儿子 爽快的认了三条罪名 有两条呢 是关于这个 故意没有缴联邦税 据说他在当年有150万的收入 没有缴税 我们知道在美国经常说 有两件事情没有办法避免 一个是死亡 一个是缴税 如果你在美国没有缴联邦税 被联邦税务局追杀的话呢 很多人知道 那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境界 联邦税局会对你进行罚款 这个罚款呢 足以让你倾家荡产 如果你没有钱的话呢 你可能会进监狱 好了 现在总统的儿子违反了税法 有150万没有缴税 150万这个数目 应该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 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么总统的儿子 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根据检察官 卫斯向法院提供的文件 检察官建议给总统的儿子缓刑 那么既然缓刑的话 最起码亨特拜登就不用进监狱了 但是问题是 既然拜登 亨特拜登 有150万没有缴这个联邦税款 那他需不需要受到巨额的罚款呢 这点我们在媒体报当中 目前还没有看到 那么至于说 亨特拜登承认非法吸毒 以及吸毒者拥有枪支这个指控呢 他会受到什么惩罚呢 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 你要购买枪子的话 绝不是像一些媒体所说的 比去菜市场买菜还要方便 在这个买枪过程当中 你要接受背景调查 如果是有暴力犯罪的背景 或者刑事犯罪的背景 或者说是你是一个有吸毒史的这样的人呢 很多州是不能够买枪的 亨特拜登所在的特拉华州也是一样 但是亨特拜登向联邦的相关部门进行了隐瞒 没有告诉联邦的执法部门 他是一个吸毒者 所以呢 这一点呢 他同样也犯了联邦罪 但是在这个罪行指控方面呢 检察官同意和这个亨特拜登签订了 所谓的审前转移协议 在通常的情况下 被告在这个签完这个协议之后呢 在检察官规定的时间当中 只要遵守这个交易的条件 这一类的协议最终的结果呢 是检察官会撤销对亨特拜登的指控 所以说亨特拜登充其量 可能被罚一些款 以拜登家族的财力 这个罚款还是能够接受的 所以亨特拜登呢 也就不用进监狱了 无论是罚款也好 免进监狱也好 这对总统拜登来说都不是重要的 关键是联邦的执法部门 和总统本人要向美国民众 做一个交代 就是总统的儿子犯法 与这个庶民同罪 那么总统的儿子犯法 同样也受到了惩罚 你且不说这个惩罚是重视轻 反正就已经受到惩罚了 关于总统的儿子那些不堪的事呢 也就希望大家不要再提了 这就是拜登在总统选举之前的 断尾求生 希望大家忘记他有个宝贝儿子 也忘记他那个宝贝儿子的丑闻 但是亨特拜登所犯下的罪行 或者涉嫌犯下的罪行 只有没有缴税 以及非法购买枪支吗 当然不止 亨特拜登犯下的罪行 关键是在于 他和乌克兰和中国的政商关系当中 到底当时的副总统拜登 有没有卷入其中的一些利益 有没有利用自己总统 有没有利用自己副总统的权利 来为自己的儿子谋取利益 这才是整个所谓亨特拜登丑闻当中的关键 那么接下来共和党人会放得过亨特拜登吗 我相信共和党人一定不会放过亨特拜登 他们要追查的是联邦调查局 现在已经被迫交出来的一个秘密文件的提纲 这个提纲当中呢 只涉及到联邦调查局有特工 就乔拜登和亨特拜登两父子 在乌克兰的贪腐利益 进行举报的一个内容提纲 具体的内容呢 共和党人还没有拿到 共和党人现在就要逼迫联邦调查局 交出具体的内容 特别是那几段电话录音 特别是有两段乔拜登跟布瑞斯玛高层的电话录音 如果这个电话录音曝光的话 那么那个时候才知道 到底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拜登 在乌克兰 在布瑞斯玛的相关的原度上 到底做了什么 这才是共和党人要抓的罪证 那么现在接下来 共和党人还有没有可能继续追下去呢 共和党已经表态了 调查的方向不会改变 不会因为拜登的这个断尾求生 就干扰了共和党人的这个视野 但是问题是 拜登这个做法一定会在一些选民当中 特别是在民主党的选民当中 造成一定的正面的影响 让大家看到 拜登没有包庇他的儿子犯罪 他的儿子呢 虽然犯了罪 但是呢 最终还是跟检察官达成了认罪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检察官 卫斯呢 是由川普任命的 我想这位检察官的所作所为 也肯定令到川普失望了 所以川普呢 在他的个人社交网站上 发表了一个推文 说原来美国的司法制度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我想接下来 共和党人肯定不会放过 亨特拜登相关的乌克兰 或者是中国的政商关系的丑闻 共和党人还会追下去 至于有人问 共和党人能够把拜登的犯罪证据 给找出来吗 我想这里边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因素 首先是联邦的执法部门 特别是联邦调查局 已经被民主党高度的渗透了 但是呢 这并不代表联邦调查局 每一个特工都是民主党人 所以接下来 共和党人如何利用 联邦调查局内部的吹哨者 所拿出的这个检举资料 能够追查拜登的罪行呢 要看共和党人的决心和技巧 拜登固然是在 他宝贝儿子的贪腐利益上 很可能2024 他会失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这个地位 川普呢 川普最近的被起诉的案件 又进展如何呢 现在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8月份川普的案件 将会展开庭审 但是最近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似乎令人不安的一些信息 之前我在节目里面讲过 从目前起诉川普的 特别检察官所公布的 一些所谓证据来看 川普身边有人 应该成为检察官 证明川普有罪 最有力的武器 而我们也看到 很多共和党的重要政治人物 在评价这个事情的时候 口气也开始变得有点模糊 态度也变得有点犹豫 而川普本人呢 最近接受了 霍士电视台的访问 我们从这个访问内容也看到 川普确实也不像过去那样 斩钉截铁的说 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在霍士电视台的访问当中 川普提到了一个观点 说他因为太忙 没有处理这个文件 那么如果说川普认为自己太忙 没有处理相关的文件 也就是说川普在处理机密文件上 是不是有做错了事情呢 川普在这个霍士电视台的访问当中 他说他于2021年1月迅速离开白宫的时候 个人物品和一些政府的文件 混杂在一起 川普说就我而言 我很快把他们拿了出来 但是呢 有人把他们打包了 后来我们就离开了 我的衣服在里边 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个人的物品 很多很多的东西 他说我完全拥有那些箱子 但是呢 箱子里边有一些文件 那么这里边的说法 就跟川普过去不一样了 过去川普斩钉截铁的说 这些文件都是我合法拥有的 为什么呢 根据总统保密法 我有权对这些文件进行解密 川普在接受访问说 他说这些箱子 我想翻一下 把我所有的私人物品拿出来 我还不想把东西交出来 川普这个说法呢 就是回应了检察官 对他指控当中的一条 因为联邦调查局 司法部 以及白宫档案馆呢 在川普把文件 奔回海湖山庄中呢 曾经要求川普 把文件交出来 但是川普拖了很久 没有交出来 很明显 川普这个说法 就是解释 为什么当时 联邦调查局 司法部 还有国家档案局 找他要这些文件呢 他没有交出来 川普在节目当中说 正如各位所见 我很忙 在司法部的起诉书里面呢 提到了一个证据 就是2021年的7月份 在一次会议上呢 川普的讲话 被录音录了下来 当时他和一名作家 一名出版商 还有两名工作人员会面 那么这些人 其实都是没有 美国国家安全许可 不能够接触机密文件的 但是呢 根据这个录音啊 川普向他们展示了 一些机密文件 根据这个起诉书里面内容啊 川普当时说 这是保密的资讯 我身为总统 本来大可解密 但是现在不行了 你们明白的 不过呢 这仍然需要保密 似乎川普真是 在跟一些出版商 跟一些作家 在准备出版他的回忆录 而在这过程当中呢 川普向他们展示了 一些机密文件 如果这个录音是真的话 那么最起码 这里面说明两点 第一川普知道 这些文件没有解密 第二呢 川普在这些人的面前 曾经展示过机密文件 至于这些人 有没有看到 机密文件的内容呢 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川普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啊 被这个霍士电视台的主持人 一再追问 问川普有没有在这些人面前 展示机密文件 川普说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印刷品 并非文件 那么不管川普在这些人面前 展示的是机密文件 还是一般的印刷品 通过这些录音呢 我想检察官很可能说服陪审团 认为川普在处理机密文件过程当中 确实有犯错 甚至是犯罪 那么所以川普在八月份的庭审啊 将会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在2024的总统候选人这件事情上 还有相当大的变数 好 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